對我來講是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議題的討論 我沒有預設什麼立場 支持誰幹什麼都沒有 陳欽只有議題合作 間接否認藍白河的可能性 台北市場柯文哲 要跟江啟臣同台談居住正義 引發國民黨內大反彈 嚇得他趕緊解釋來龍去脈 後來才知道說江啟臣要來 又過幾天說啊 時代力量不去 後來前幾天我說江啟臣要選黨主席 所以對我來講是這樣 我們是很單純的 就是它是一個什麼居住正義 時代正義的一個論壇 所以說柯文哲檯面上 是以市長身份參加 企圖淡化藍白兩主席同台的 政治聯想 但對國民黨來說 可是無法大意 因為民眾黨挖藍衣長腳 早就不是第一次 像是去年八月走馬上任的 秘書長謝立功 就是前國民黨黨員 還有不久前被謝立功延攬 擔任民眾黨顧問的胡文綺 也是洪秀駐當黨主席時期的 文全會副主委 不過他強調沒有退黨 只是領車馬費 但卻可能遭到黨紀處分 大家的心胸要更為開闊 尤其如果以同樣的標準來講的話 我還是呼籲說 這個部分希望他們能夠有更高的一個格局 跟視野來看待這件事情 胡文綺強調是藍營氣他於不顧 自己也需要養家糊口 藍白合不合 胡文綺樂觀啟程 政治本來就是一門可能的妥協的一個藝術 江主席一方面需要民眾黨來可能來烘托他 當然民眾黨也需要國民黨的江主席 所以這個部分是各區所需互相利用 不管是合作或是互相利用 藍白之間表面上的友好關係 恐怕也只是各區所需的政治考量 黃文綺新聞張家寶 廖平均 特別報導